錄取率非常非常之低 剛才B哥說1萬5千人考 錄取率只有1.6% 很多人如果說 你考也考不上的話 或者是說根本就是有所謂行賄 這次之前也有是媒體報導 有傳媒說 行賄80到120萬 就可以換所謂環保局的鐵飯碗 我們馬上來連線麗娜議員 因為他說要把它取消 結果竟然接到了恐嚇信 死亡恐嚇 這太可怕了 來 麗娜議員現在在我們線上 議員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聽說好像有接到恐嚇信是不是 對 在前幾天 我接到了一封恐嚇的信函 這個信函的內容主要提到的是 有關於清潔隊 加分被取消的情形 可能當事人可能是 臨時人員的身分 所以他覺得就是說 對於他的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他對我做出一些恐嚇的 一些言語上面的一些字眼 所以目前人找到了嗎 他裡面的內容 他大概有正確提到哪一些字眼嗎 因為現在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那這些所有的東西都給 警察局目前正在做調查 那我也期待就是說如果是 真的是我們的臨時人員做這個動作 如果他私底下願意來做一個道歉 我是不會做提到的動作 那但是如果說對於這樣子的行為 因為我知道陸陸續續 他們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譬如說有一些這個 臨時人員也策劃說 好像要做一個抗議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陸陸續續在這些動作裡頭 我覺得可能大家還沒有辦法 體悟到就是說 這個事情是因為制度面的問題 並非是因為就是說 針對人的 對 針對個人的部分的話 我想可能還是會有提高的動作 是 議員我們跟妳請教一下 因為這為什麼會引發討論 是公平的問題 監察院也已經糾正 認為這是不妥的 沒想到之前花媽師傅還這樣做 所以現在告訴市政府決定取消了 這是不是就是讓大家覺得 這是公平的問題 還有之前也傳出來 好像有行賄也80到120萬 換一個鐵飯碗 是不是有聽說 是 那個在外面傳言是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其實可能也讓很多 進來做臨時人員的這些人 可能也有被污名化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這些事情是屬實 就變成了這中間 可能會有一些就是不法的行為 所以也必須要查清楚 就是說到底以前在陳菊的時代裡頭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畢竟從104年之後 高雄市政府就沒有再招考過臨時人員了 所以從104、105到107年 這些進來的臨時人員的身份 的確到現在為止 應該可能要去查清楚 他到底是怎麼進來高雄市政府 所以針對這些目前 也就是從104到107的 這些臨時人員 目前考試還有被加分的部分 也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討論 這是一個不公的行為 因為在105年的監察院的糾正函 裡面就已經說了 說這個部分其實是牽涉到 沒有公開跟沒有公平 所以高雄市政府不能夠違背 監察院的糾正的內容 去做後續的臨時人員 要變成正式人員 或是說外面公開 全部要一起來招考的這些 清潔人員的部分 都應該要給一個公平的機制 不可以有說就是說什麼加分 或是有其他的這個部分 這個已經都是監察院 糾正過的東西了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特別的 去強調就是說 高雄市政府目前為止是 等於是第一次對外 第一次對外 正式的 公開的去招考清潔人員 所以韓市長用一個 非常公平 公正 公開的方式 對外招考的確是應該 要讓所有人知道 這樣才是一個對的行為 那也就是說 對於以前的這些漏洗的部分 我們也應該要去 從這個時間點要把它釐清 而且將來不要再這麼做 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受社會風評的 那莉拉 因為最後一個問題 所以對於之前那些漏洗 甚至可能剛剛先講來賓有提到 有違法的可能性存在 查還是不查 這個可能我覺得在查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查下去 能不能查得到 我覺得需要更多的人的幫忙 因為這些內容的確不是那麼好查 所以我們在目前這個階段點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第一個階段 必須要先去了解這355個臨時人員 他到底是從何而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355個人進來 我們高雄市政府做臨時人員 並非是考試進來的 所以這些非招聘進來的臨時人員 他到底是藉由誰介紹進來 我想從這些蛛絲馬跡往上追 才有機會查到事實的真相 在那邊等於是否完成你 我們收了一份 Dark Nuts 然後, wake up,我們拍照 然後,我們會不會拍照 走火藥火,我們會有 我們會不會拍照 我們會不會拍照 我們會拍照 我們會拍照 我們會拍照